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未有在山区的降雨发展情况 我们现在看到微信云图 事实上台湾目前是位处在整个低压带里头 那我们今天吹的是偏西风 而且风速比较微弱的大气环境 所以台湾整体来说 在今天的天气形态依旧是维持上午 其实多云多云时期的稳定天气 不过中午过后呢 在南部山区就有热力作用发展形成的 午后雷震降雨了 而且可以看到的是 目前在台湾的东方海域上有一个低压 是正在持续发展当中 并且持续朝着台湾靠近过来 那么它在周三之前呢 距离台湾会是最接近的时候 为台湾带来水气比较多的影响 一直等到星期四 低压远离之后 全台湾的大气环境会转变成西南风的吹拂 那我们就可以放大台湾来看一下 事实上呢 这几天来看 在台湾都是位处在整个低压带里头 并且呢 有低压是持续的接近台湾影响台湾 所以呢天气状况都是相当不稳定的 那我们来看到降雨区域分布图 可以发现到在星期三之前 其实呢 全台湾各地的云量都还蛮多的 而且各地都有机会下起短暂降雨 尤其又是以中午过后的中南部山区 要特别注意哦 在这个热力作用的加成之下 容易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 那么也不排除 会伴随着闪电雷鸣或者是强阵风 这个呢请大家前往上去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留意的 那么星期四开始转变成西南风的吹拂之后啊 在中南部呢 这个清晨上午的时候就容易会有在沿海的短暂降雨 而且呢持续到周末都要特别注意 整个山区以及东半部地区 都容易会有午后热对流发展带来的午后雷震降雨情况 我们来看到气温的趋势变化哦 那么呢在未来几天星期三之前 同样的因为呢各地雨量增多的关系 所以呢这个连续的极端高温情况 就稍稍的有往下降一点点了 那么中部地区也同样的都是以35度的这个白天高温为主 南部地区呢则是稍稍降温来到33到34度左右 不过呢这个体感感受呢还是要非常的闷热以及炎热的 东半部地区则是以33到34度的白天高温为主 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千万千万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以及准备 所以这两天一直到星期三左右的天气形态都是非常类似的 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中南部山区 在中午过后降雨情况发展得要特别注意提高警觉 那么要提醒大家哦这个外出记得携带雨具 而且如果有到西谷河边细水的话 仍然要注意天气上面的变化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 by bwd6